穿上美丽白纱 张小姐筹备婚礼的计划 受疫情冲击 被迫喊停 一开始知道的时候 也会有点点伤心跟失落 我们原本打算办60桌的婚宴 最后真的很无奈 连四次都吃过了 最后可是也没办法 只能选择取消 小两口变通的方法是 先去登记 秋天过后再补宴客 婚宴市场冷清清 云林有民众不想改时间 宴席如期举办 结果席开25桌 却只到3桌 原本邀请的贵宾 实际到场的人数会变少 多数的新人忍痛取消 也可能因此跟业者发生消费纠纷 订金的部分一定形化 7月不能超过总价金的20% 签约时支付合理订金 取消时能拿回多少 跟时间有关 因为它的分有三种 就是90天之前订约的 还有29天到89天订约的 还有一种是28天以内的 它会依你解除7月的时间的不同 拿回的订金比例会不一样 退订时间离宴席日越短 退还的订金越少 白纸黑字写清楚 保障自身权益 大学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还会被你解除 在这个地方 你将会被冠出 我看不出了 你吗 可以 你把我看不出了 然后你把你解除了 这些地方